一體同關分,這一份很重要 為什麼重要?下面有一個誤導的公案 很重要的公案 前面這些比較不重要,給你們快速的講過去 須伯提與銀河如來有肉圓 大家都有肉圓 如是是真如來有肉圓 須伯提與銀河如來有天圓 如是是真如來有天圓 我們也有天圓 我們也有天圓 須伯提與銀河如來有肉圓 如是是真如來有肉圓 須伯提與銀河如是是真如來有肉圓 須伯提與銀河如來有肉圓 如是是真如來有肉圓 上面的五圓,我們通通有 你們不要謙卑 我把它解釋 大致和尚講了什麼叫五圓 見色親近,吉民作圓 我們眼睛如果有東西展示了之後 我們就看不到了 所以我們見色親近 我們一定有作圓 見體親近,名為天連 見那個體 比如說我們那個 我們想一個蘋果好了 你看到蘋果當然是有蘋果 有蘋果之相 你知道蘋果裡面是可以吃的嗎 這個叫做見體親近吉民天連 見知色鏡即是善聽 以知色鏡乃至善聽 息能為細分心 無所染著,以中自在,名為肺炎 比如說肺炎就是比較高一點的 很細心的分析 不會被外面的境界所染 叫做肺炎 見無所見,名為肺炎 見無所見,名為肺炎 見無無見,名為肺炎 沒有一個起一個無見的心 叫肺炎 眼雖五分,心為是一 見有通曬,諸無間斷 就是因為我們的心體分別的話 會有障礙而言 所以見有通曬,諸無間斷 西伯提與應何,如恆合中所有殺 佛所施殺,佛所施殺 日是施生日來說施殺 西伯提與應何,如意恆合中所有殺 有日是施殺等恆合是施恆合所有殺 是佛世界,日是臨為多佛 盛多是施生,佛告西伯提 而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聳心 如來細之,何以故呢?如來說之心 結為肥心,世民為心 所以則何呢?西伯提,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這個分呢,在講到說 西伯提,如恆合所有殺 佛所施殺 西伯提與應何,如一恆合中所有殺 有如是殺等恆合是施恆合所有殺 是佛世界,如是臨為多佛,盛多 這是在講他的施目字 很多的施目字 他說佛告西伯提 這麼多的殺 所有的恆合的殺 再化成為恆合的施惡災 那麼多的恆合的殺 那就無量事了 天文事目字了 但是佛告西伯提 而所國土中 所有眾生若干種生 若干種心,如來細之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我們的心 如來為什麼 每個人的心如來都知道呢? 何以故呢? 為什麼有這樣的心呢?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起了妄想心 所以他如來如到我們的妄想心 何以故呢? 如來壽之心,皆為悔心 世民為心 所以者何來西伯提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這個金鋼精 這個金鋼精 最了不起的就是我們中國人 我們中國的禪宗 把金鋼精的所有金鋼精的文字像 漏在我們的生活上的點點滴滴而誤到 其中之一就是 其中之一的這個 就混有名的這個 德山點心公安 這個公安很重要 我一定要把這個講完 德山的點心公安 我把它解起出來說 有比較少一點 德山先見禪師是 簡舟是四川 貫稅之家 貫稅就是十歲左右 以信像之金貫通之氣 信像就是說波熱金 他也看得很多 波熱信像之金貫通之氣 常講金鋼精 金鋼波熱 他常講金鋼精 十位周金鋼 這個德山先見專門研究金鋼精 又講金鋼精 人家稱為周金鋼 厚文南方殘息可勝 失去不平乃爺 吃家兒 千節邪惠威矣 萬節邪惠細行 不得成吼 就是德山先見講了 他說 他說那個南方的 那個這些 南方就是 就是六祖當時在江西這邊 江西這一邊 我們稱為洪洲宗的 這個叫做南方 殘息可勝 當時非常在 在這個時候 馬子之後 江西的這個洪洲宗相當盛行 失去不平乃爺 吃家兒千節邪惠威矣 萬節邪惠細行 不得成吼 南方摩子 就是稱說那個洪洲宗的叫做南方摩子 洪洲宗的禪宗 洪洲宗就是禪宗 就是以馬子 馬子這一邊為子的話 我們稱為洪洲宗 南方摩子 趕連子子倫心 建信成果 我當裸其枯瀉 裸就是用這樣裸 把他的那個潮瀉 把他裸掉 裸其枯瀉 要滅其種類 要把他那個 禪宗輪宗滅掉 以包佛溫 花了很大的海口 要來南方滅這個修禪的人 隨丹青龍絲操吃死 他自己寫的那個金剛金字寫 叫做青龍絲操 吃死就離開了四川 來到里洋路 里洋路就是在湖南的地方 因為我們以前的里洋路現在 但是知道里洋是在湖南的地方 路上建立婆子賣餅 所以你們現在我們的里洋很多 這些婆子好厲害 這些殘婆子好厲害 在路上碰到一個婆子賣餅 因洗衣間賣餅點心 走到那個地方就是餓了 有一個老婆婆在那邊賣餅 他要把那個挑的那個金剛絲操放下來 要買點心買餅 那個婆子蛋A 那個老婆婆指他蛋的那個 婆子蛋A 這是什麼文字 問那個德山先生說 他背的他什麼字 什麼金 什麼講什麼東西的 師爺 就是德山講說青龍絲操 婆A 老婆問他說 講何金 你這個青龍絲操是講什麼金的 師爺說金剛金 這個金剛金很了不起 他怎麼寫了金剛金 對不對 所以碰到金剛金 那個老太婆說 婆A說 我有一問 你若達得 施你點心 若達不得 卻別出去 他說 那個老太婆講說 如果有一個問題要問你 你如果我回答呢 回答我的問題呢 我點心送給你吃 你如果達不得呢 我呢 就請別出去 就是我連餅都不賣你 他說什麼要問什麼呢 說金剛金到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剛剛講的那個 過去心 現在心 未來心 你說我現在心 嗯 你提了一個鏈頭 你說我現在 欸 過去了 未來心的 我們不要去想它沒關係 但是我們說 過去的已經過去了 那我們現在這個心 我們一起來 這個心就馬上沒有了 我們就說應無所至嘛 就是你這個心 根本沒有住在這個地方嘛 哪裡有 有現在心呢 你起一個現在心 就馬上就過去了 所以呢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未審上週點哪個心 問那個德山先生說 那麼 不知道你要點哪一個心 他不是要買點心嗎 他問那個德山 他講金剛金說啊 你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不知道你要點哪一個心啊 詩呢 無疑 德山先生講不出話來 學往龍禪 其實後來在當時的地方 那個龍禪禪師相當有名 在龍禪禪師那邊 跟那個龍禪禪師在那邊 禪禪師在那邊 禪禪師 一世立世 就是賠了那個 他那個禪師在那邊 是做的還是怎麼樣 他沒有寫的 很清楚 但是德山先生是站在龍禪禪師的旁邊 叫做四立世 站著在那邊 聽那個禪禪師講話還怎麼樣 還是看禪師打說怎麼樣 他沒有交代很清楚 彈耶就是龍禪禪師講說 更生何不下去 已經溫暖了 你還什麼還不下去 更生何不下去 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詩珍重便知 那個德山先生說到一句珍重 珍重 他人家要趕他下去了嘛 說珍重 就走出來 去回外面貼 外面貼 晚上呢 他因為這個可能是在山上 在山下 那個祖師祖的地方 跟他大眾了處的地方 可能不一樣 他外面已經站在那邊 外面的粉暗了 外面一些 要下山路很危險 所以要說 那個那個 那個彈點紫石 杜禪師 這個龍禪禪師 點了那個紫 以前的那個 那個 不是鎖電筒嗎 所以那個 點那個紫火 大紫火 給他 杜禪師 杜禪師 傳給那個德山先生 師女接 這個德山先生要接的時候 那個彈戶催滅 就把他催滅了 師以此大悟 德山就在這個時候 大悟 悟到怎麼樣呢 變禮拜 變禮拜 禪宗的禪師 你如果你在當下 悟到的時候 一定要向那個祖師 頂禮禮拜 他才知道你會不會 如果你不禮拜 他怎麼知道 你也沒有講出來 你要禮拜 他才知道說你會了 但是你們如果 如果悟到了 禪師講話 你悟到的話 你自己跑出去 都不理他 那沒有辦法 禪師也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給你印證 所以彈呢 只見個什麼 就是說你到底看到了什麼 你悟到了什麼 師爺呢 這個德山講說 從今向去 從今以後 更不宜天下老和尚舌頭 他已經知道了 天下老和尚 天下的老和尚所講的 都是同一個悟道 同一個我們的本體 同一個清靜的結信 就是同樣一個的三秒三菩提 師江師操推法堂前 他隔天以後 就把那個 他寫的那個 那個清龍書鈔 推法堂前 就是那個農南禪師的前面 集火祭焉 就用了那個火 窮之賢便 若一毫之以太熙 劫士司機 是一滴頭以祭火 隨魂之 就把他的那個 那個清龍書鈔燒掉了 這是德山先見悟道的過程 為什麼過去心 現在心 未來心 沒有辦法知道呢 為什麼在那個 龍潭催滅那主的時候 他悟道呢 這你要好好去參 所以《楞嚴經》裡面有講說 迷惘有西空 因空立世界 想成成國土 知節乃眾生 這個地方的知節 這個節呢 就是我們的感覺 我們有感情的眾生的節 叫知節乃眾生 但有成言妄想 西宜心線 這個心就是我們的意識心 所有的成言妄想 都以我們的心意識裡邊 所顯現出來的 所以《楞嚴經》的字節講說 就是《山記求心心不由》 《山記求心心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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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在過去 《現在未來求心心》 是找不到的 如果你再不在这个三纪里面去找的时候 你那个心不有志 你的忘了 忘想的那个耕眼的来源就没有了 忘心无次及菩提 生死涅槃本平等 这很重要 忘心无次及菩提 生死涅槃本平等 你们大家都悟到